8月30日,总会总统主持了国家癌症中心亚加达达玛斯癌症医院的附诱癌症服务大楼的落成仪式。 总会总统今天主持了国家癌症中心亚加达达玛斯癌症医院幼妇癌症服务大楼的落成仪式。 该大楼耗资7770亿吨,其中4270亿吨用于建筑施工,3130亿吨用于医院设施及370亿吨用于人力资源。 总会并没有质疑该预算的规模,引起很是满意看到这座犹如五星级酒店的医院大楼。 总会讲调这座大楼是针对性的分配预算的典范。 他希望现有的设施能帮助母亲和儿童战胜爱症。 我们来到台湾房屋部屋的区寓室ą。 我们来到台湾房屋区寓室。 我们来到逛逛目的。 我们来到小楼房屋后,樫方屋并开玩笑。 建造物太好,居台墨塘化,扭定求的人。 还请私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